高雄後火之戰旅社 浴缸金劍無頭女師 情侶正午來循環 蘇南拎人頭落跑 斷頭現場異常乾淨 刀切痕俐落專業 死者為塞滿辣椒 臀部盡遭切走一塊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志祺後裔旅社無頭命案 民國76年4月21號 高雄市三民區一家老牌旅館報案 12樓1205市發生了命案 刑警趕到了現場 卻仍浴缸裡躺著一具女尸 整個頭顱已經不見 全身有二十幾處刀傷 腹部還被割開 行凶手把凶殘 房間裡所有和女子有關的物品 全都不見 屋內沒有打鬥的痕跡 警方一開始毫無頭緒 高雄地檢處法醫 今天中午進一步 相驗無頭女尸之後 確定死者是窒息死亡 身上有多處救傷 一窩下有一對婦乳房 擔任相驗的法醫裴麒麟 和阮仲舟表示 死者年齡大約25歲到28歲 左右膝蓋內側 右腿 右手肘和左手掌背側 各有一處救傷痕 曾經生產過血型是A型 並且染患肺結核 他們表示 凶手作案的時候 只使用一種刀子 胸刀並不排除是解剖刀 不可能說你砍到人的肉體 靈魂的頭一砍掉 那是錯誤的觀念 你幫他弄不分析 那他的靈魂 整個靈魂一定會包圍你 而且站在旁邊那粉漆 為什麼你還要把它切成一塊一塊的 警方清查轄區內可疑對象 另一方面 法醫再一次解剖無頭女尸 發現死者的胃部 還有麵條和生辣椒 顯然是死亡當天吃的午餐 再往前推算 吃飯的路程應該距離旅館不遠 用童年紀錄找出 竟然就是他的乾弟弟的問題 然後聽人家說警方再去查法 才知道他們不只是乾姐弟而已 而是一個戀人的關係 胸刑是一個非常震驚的人 自從案發之後 胸刑每天都在死者的娘家 協助尋找住女的下落 22號他還打電話給死者王姓的丈夫 要他去認識 直到募集證人 旅館服務生 募員工人的指認 以及找出各項證物 胸前這才扶手認罪 光往水神微酸性電解磁酸水 它能夠真的幫助你做好環境 跟物品的行銷 那像我們中天呢 全天攝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神霧化器 來噴這個水神 保持整個空氣的安全 那隨時噴的話呢 水神隨手噴這個部分也非常適合 去哪裡買呢 都可以到快點GO